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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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可怜的人 也是一个可悲的人 这样的角色因为心理方面的特殊性并不容易失眼 而伊瓦格林却完美地诠释出了角色的扭曲与矛盾 她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神经质的动作都让人觉得她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是一个带有猫的敏感的女人 也是一个带有猫的眼神的女人 她可以很美丽 但她的美丽总是那么有特色 伊瓦格林另外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是《天朝王国》 在这部电影里 她饰演了麻风国王的姐姐 公主西贝拉 这个角色的特殊之处在于 当时国家背景复杂 国事动荡 更要命的是 弟弟的病随时可能导致国家失去一个国王 而他的儿子 未来的国王 也被去诊为患上了麻风病 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环境中 伊瓦格林饰演的公主 总是在坚强和崩溃的边缘行走 非常矛盾 非常神经质 非常歇斯底里 可以说 很难找到伊瓦格林之外的哪一个女明星有这样的气质 去诠释好这样的角色 而在电影《007大战皇家赌场》里 伊瓦格林作为一个花瓶的存在 完全承担起严实担当这样的责任 《007》负责耍帅 而她负责冒美如花 作为一个背景复杂 角色带有双重间谍性质的角色 她让《007》心动 也让观众流连忘返